大家好 今天是6月14号 伴众期待的周三的美联储会议结果出来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 我们看到整个的指数 三大指数我看的是期货 Russell小跌 昨天让大家在1900点止盈了 那么道琼因为今天United Healthcare 因为价格的问题大跌了6%到7% 整个的健保类板块出现了下跌 这是今天道琼下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标普上下震荡 然后纳指再去刷新一个新的高点 但是没有破前期高 因为它在4点钟是走高了 那么今天2点钟纽约东部时间 美联储会议出的结果就是暂停加息 但是在未来的半年当中 将会加息两次 同时今年不大可能再度减息 这是市场上给出的预期 鲍格尔的讲话也非常的硬派 今天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提的是NVIDIA 今天是突破了前期高 在震荡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 出现了一轮突破 盘后涨到了431 也正式踏入了1万亿市值的公司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NVIDIA之外 也就非常少特斯拉走了一个调整了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本周这个行情非常难操作 因为现在整个大盘的 基本上涨的股票 都是集中在四五支这一支 这类AI的股票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SPY本周 上周四 失业金人数申请出来之后 大盘周五曾经试图冲高 回落 然后周一再度的高开 暗度陈信 暗度陈仓 发布了一个突然袭击 然后整个大盘在周五出现 在周五今天冲高之后出现了一个回落 那么这一波走势走到这里 我觉得大家要小心 我不认为是熊市来了 而是会走一个震荡的调整 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位置 涨幅已经非常的大 所以在这里追高 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 要有这个回调的一个风险 我们再来看一下NVIDIA 这个最牛的股票 今天一个人冲上去了 那么这一波冲上去呢 我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五浪 这也是一个五浪 这个我们很难讲 因为它NVIDIA是历史新高 所以没有办法预计 这个五浪会走到哪一步 走到哪一步 你也很难讲 从这一波呢 如果说NVIDIA走到这 一二三 现在是三浪当中 我们很难预计这个NVIDIA走到450呢 还是 我觉得呢 如果说我们从这个NVIDIA 那个走势呢 如果说这一波 这一波我们看四小时图 这个NVIDIA会到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NVIDIA它前一波是419 今天来到431 那么这一波呢 是走完ABC 现在这个调整 那么这个是第二浪 我们拉一根这个线来看一下 从这个Fibonacci拉一个延伸浪 我们看到这个1.618 425突破 那么下面的压力可能在435 所以这种股票呢 是要小心 非常可能继续的走高 所以昨天我跟大家讲 说叫大家不要去杀跌 不要去这个 不要去这个放空 我说放空呢 是最愚蠢的一个点词 今天大盘呢 走得非常的震荡 我可以说是比较震荡 来回的震荡 但就是大家不要沮丧 逢低回调呢 是一个买进的机会 逢低回调呢 是一个买进的机会 好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逢低 逢低买回调 但是千万不要做空 不要说这个 因为现在我们讲基本面 是完全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为什么说没有用呢 因为你说美联储连续加息两次了 这个银行肯定很糟糕了 那为什么大盘一直涨呢 因为这个关于AI将会改变 很多的行业的这个消息的引发了 包括华尔街基金大佬们的 大幅的重仓 也引发了一个short squeeze 所以我们所有的利空呢 其实都被消化 但是大家不要疯狂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开始疯狂了 包括我昨天听说呢 这个彭博说这个未来十年癌症呢 将会被克服 由于AI的关系 那么今天非常准的分析师呢 这个Dr. Seager呢 他说明天的失业金人数申请呢 将会是美联储关注的重点 现在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失业金人数申请 因为如果大家才记得上周的话 我们上周四我们做直播 大盘就是在上周四开始飙升的 因为我们这个失业金人数申请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巨幅的变化 上周来到26万 那明天八点半 纽约东部时间的失业金人数申请的预计呢 是在25万5到25万1 如果说继续的 失业金人数申请继续的报表 比如说到25万26万 那明天大盘可能还会继续涨 这也就意味着美联储加息 真的已经接近尾声了 但是如果失业金人数申请这个三线指标 原来的三线指标现在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线指标的话 那么如果回到23万 大盘会有一个小小的回落 但是我觉得现在两大自觉给大家 就是第一不要做空 第二逢低买入 好吧 这样是会是比较安全 收好止损点 这个NVIDIA呢已经完全突破 那么很多朋友说 这个特斯拉 特斯拉呢最近已经12阳了 12阳了 所以这个呢 短时间呢 大家要注意可能休息一下 可能要休息一下 因为如果说看特斯拉的话 这一波总是走到这个ABC 这个不要去追高了 好吧 NVIDIA到23万 千万不要追高了 不要追高了 然后QQQ 这个也是有可能 今天这个纳指期货呢 是走了一个新高 但是呢 QQQ呢走到这个A双头呢 回落 大家也不要去追高 分低买入 好吧 那么老王呢 今天呢是6月15号 将会开出一个新的账号 那么这个账号呢 将是带大家去闯关 那欢迎YouTube和好视频的 听观众朋友呢 加微信 来参加老王的直播间 因为我们呢 每个月的6月1号 和6月15号 带大家去闯关 大家去闯关 特别是现在这种行情呢 一定要有老师来 护着大家的手 因为现在大家什么都不知道 居然今天有很多朋友 在直播间来问我 为什么做空是一个 stupid idea 我觉得非常非常危险 好吧 你一定要小心 现在你赚不到钱 但是你不能赔钱 然后才能有赚钱 才能有上涨的机会 那么 丘士顿电台的听众朋友 欢迎大家打800958 8561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